耶稣子们平安 今天的经文是 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 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 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 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资产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 就穷苦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甲冲击 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那时 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 离家不远 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 问是什么事 仆人说 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因为他 因为得他 无灾无病地回来 把肥牛犊宰了 大儿子却生气 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 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 吞进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了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父亲对他说 而啊 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礼当欢喜快乐 以上是神的话语 感谢神 今天是我们这个比喻 使用耶稣所讲的比喻 正道的第二次 这一个系列当中的第二次 其实这个故事呢 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 都是非常熟悉的 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个小标题 加上一个小标题 叫浪子的比喻 或者浪子回头的比喻 但是今天呢 我用这个题目叫 慈父的比喻 为什么呢 我是想 我们今天我们的重点是 关注在这位父亲的身上 那为什么呢 其实当我们去看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 我们所读的这个比喻 是在这一章当中 耶稣所讲的三个比喻当中的第三个 所以其实在第一个比喻里边 耶稣是讲的 有牧人 他有一把只羊 失去了一只 然后他撇低九十九只羊 去找那失去的一只 然后找回来 然后第二个比喻呢 是讲有一个妇人 他失去了他十块钱当中的一块钱 然后他就去 在屋子里翻箱倒柜的去找那 丢失的一块钱 所以这就是第三个比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中的逻辑的关系的时候 那个最重要的 不是在那个失去的 那个羊 那个钱币 甚至那个浪子 更重要的是在背后去寻找的 那个人 或者说 我们实际上我们知道 耶稣在这里讲的比喻 这位父亲指的就是神 为什么呢 因为在十五章第一节 这里就说 众税吏和罪人都挨尽 耶稣要听他讲道 第二节说 法利塞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 又同他们吃饭 所以第一节就已经点明了 这里有一些 税吏和罪人 当然我们知道 新约圣经的背景的话 税吏就是 在犹太人的眼中 他们就是罪人 而且都是 他们认为 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去接触的 这些罪人 所以讲到税吏和罪人的时候 实际上讲的 都是罪人 这些罪人 但是与之相对的另外一群人 就是法利塞人和文士 他们认为说 耶稣是跟这些罪人吃饭 那么他们认为 他们自己是什么人呢 在福音书里边多次提到的 法利塞人和文士 他们是自以为义的人 他们是一些宗教人士 他们守律法 他们去教导圣经 教导其他人圣经 但是他们认为说 他们自己是很好的人 他们是义人 所以他们要跟那些罪人 去划清界限 但是无论如何 当时的人 他们对于罪 是有非常清楚的认识 那么今天这个比喻 讲到 这位父亲和儿子 当然有两个儿子 这位父亲和两个儿子 这个比喻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其实就是涉及到 十五章一开始就点名的 也就是罪的问题 也就是罪的问题 所以在以赛亚书 五十九章二节 这里说 你们的罪孽 使你们与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 使他眼面不听你们 所以我们知道 圣经从一开始创世纪 讲到神的创造 亚当夏娃 很快就开始犯罪 当然多快我也不知道 只是在创世纪里 记载的很快 就记载到他们的犯罪 以至于 他们离开神的面 与神隔绝 所以圣经当中就提醒我们 一直在提醒我们 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形成一个隔绝的关系 就是因为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始祖的罪 因为我们全人类的罪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所犯的罪 当然我们所犯的罪 在神的面前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罪就是 个人偏行几路 我们个人偏行几路 我们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没有活在 以神为中心 顺服神的主权的 那个生活当中 这就是我们的罪 所以今天 无论你是 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 或者说 你已经成为基督徒的 其实我们都要去明白 我们的罪 就是我们常常的偏行几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刚才要有一起去 向神认罪 即便是 我们可能当中很多 都已经是基督徒了 我们认为 我们的罪已得赦免了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还是 常常的会在 这样的状态之中 我们会犯罪 我们会偏行几路 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的罪 还是影响到 我们与神的关系 以致神眼面不听我们 所以虽然我们的关系 已经与神得意和好 靠着基督得意和好 但是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也要必须正视这个罪的问题 因为这个罪的问题 影响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而且我们也会 要必须承受那个罪的后果 不是在将来 就是 它就是在当下 就是在当下 所以 对于罪 这个问题 这是必须要解决的 无论是我们认识到 还是没有认识到 但是 耶稣 他来到这个世上 他就是为着 要解决这个问题来的 但是 我们也看到 耶稣 在这三个比喻当中 他都有提到 这是在第一个比喻的最后 他说 其实那个一百只羊当中 丢失了一只 然后那个牧羊人 去找到这一只回来的时候 他其实他最后说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所以耶稣也是用那个比喻 讲的也是罪人悔改 神 他最盼望的就是 那些丧失的人 那些偏行几路 走偏了的人 能够向神认罪 悔改 回到神的身边 所以在第七节 就告诉 耶稣告诉我们说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 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所以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 也要为他欢喜 叫比为九十九个 不用悔改的义人 欢喜更大 实际上 这个地方提到的 九十九个 不用悔改的义人 某种程度 这是耶稣 对于那些在听他 讲这个比喻的 法利赛人和文士的 一个讽刺 他们以为是 他们是不用悔改 他们以为他是 他们是义人 但是圣经上 明确地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世上 世人都犯了罪 我们在神的面前 都是罪人 没有一个人 是义人 没有任何人 一个义人 所以我们靠着自己 是不能在神面前 得称为义的 除非 我们靠着神 的办法 我们除非靠着神的办法 回到他的面前 被他称为义 所以这个我们一会儿再提及 那么今天我们 虽然说大家很多人都很熟悉 这个比喻 我们还是要去过一遍 所以我也加上了一些插图 这是耶稣讲的第三个比喻 所以他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其中的小儿子 对他的父亲说 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所以很多解经家 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说在当时 这个巴勒斯坦地 他们的一些风俗习惯 就是当父亲还在的时候 那个家业是不能分的 无论如何 我想这个其实跟我们中国人的 这个风俗传统 也都有一些相近 这个家业 本来应该是迟一点 再分给他们的 但是这个时候 小儿子就提出来说 要把家业分给我 我们其实想到 我们自己 或者说想到我们的孩子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 我们就很容易明白 越是小的孩子 他越以为 他自己有能力去做 实际上 在他的能力范围 他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这个小儿子 他以为说 他要去领受这些家业的时候 他就能够去 好好的去管理 他以为他有这个管理的能力 但实际上他并没有 所以这个之后 我们也看到了 所以重点呢 我们是要看 今天是看这位父亲 那么父亲听到这个儿子 对他这样讲的时候 他怎么样去做呢 这里简单的是说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所以 父亲就把产业分开两部分 所以不光是分给小儿子 也分给了大儿子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尤其是我们当中 为人父母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这个时候 你遇到这样的孩子 提出这样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我自己在想 我可能根本就 对这个小儿子说 你别傻了 孩子 你还小 你根本就不懂 你根本就以为说 你能做得到 以为说你能管理这份产业 你没有这个能力 以后再说吧 所以我们人往往呢 我们会采用这样的方式 但是我们也知道 在这里所提到的 耶稣所比喻的这位父亲 实际上是神 我们在天上的那一位父亲 所以天父反而 他对待所有的人 他没有以一种强制的方式 去管教他们 他不是挟制人 所以我们的天父 从来没有挟制人 他从来是 他愿意给我们这种自由 即便有时候 我们是想要按照我们的心意 去偏行几路 不按照父的心意去行 但是父 从来没有强行的挟制我们 这就是在他的爱的当中 给我们有这种自由 当然这是这个比喻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之后 所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 这里体现了天父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属性 就是他的慈爱 而且他这个慈爱 是给人自由的慈爱 而不是以任何的方式 去挟制人的那个慈爱 当然神从来是要把他的心意 向人表明的 我相信这个神 这位父亲 他应该是从来 也不是说没有告诉他的儿子 他的心意 但是他的儿子不明白 他的儿子还是不明白 父亲的心意 以至于会有这样的行 举动 这样的言语 但是父亲 在这个时候 好吧 那我就由着你吧 有时候我们的孩子 可能真的是需要我们 给他们放手 让他们去尝试 甚至让他们去撞下南墙 不撞南墙不回头 那么这小儿子 拿到了他那份家业之后 然后过了不多几日 他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然后在远方 但是去了远方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离开了他的父亲 他离开了他的兄弟 他离开了他所有的家人 他离开了他之前生活的那个家 他自己一个人 就去了远方 他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资产 所以他过着他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随意地挥霍着 他随意地挥霍着 他的父亲给他的那个家业 本来父亲是要给他管理 好好的管理 但是他就是在随意地挥霍 直到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然后又遇着那地方 大遭饥荒 就穷哭起来 所以他马上就承受到了 那份结果 任意妄为的结果 然后他就不得不去投靠 那地方的一个人 然后那个人打发他 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甲冲击 也没有人给他 所以他之前领受了那份丰富的家业 他的那一份 但是他挥霍静静的时候 他穷乏到一个地步 他甚至都生活不下去 那当然这是一个比喻 这是一个比喻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偏行几路的时候 甚至说我们今天活在澳洲 活在一个物质丰富的 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落到这种地步 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甲来冲击 也没有人给我们 我们没有到这种地步 但是我们需要真正思想 我们因为与神的那个关系 破裂的时候 我们的罪给我们所造成的捆绑 虽然不是体现在 像这个小儿子所遭遇的 这个窘境这样的物质的方面 但是我们可能在 往往在其他很多的方面 我们受挟制 我们的心里没有平安 我们的灵魂没有安放之处 这个小儿子在这种情况下 他醒悟过来 他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所以这个小儿子 他能够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 他知道在回到他父亲那里去 向他父亲去祈求 所以这是在这个比喻当中 这个小儿子他醒悟过来 他知道他有一位怎么样的父亲 他可以去求 所以他就行动起来 所以当他回家 相离还远的时候 他父亲就看见 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镜像 连连与他亲嘴 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 还是在看这个父亲 所以这个父亲 我还是说我们当中为人父母的 我们在这个时候 马上就能体会到那个心情 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 许久没有他的音讯 不知道他在外边过得如何 甚至不知道 他是否还活在这个世上 但是当我们看到 这个孩子回来的时候 只要他还活着 只要他还愿意回到 父亲的身边 只要他还愿意回到这个家 他的父亲 就赶快地跑过去 去迎接他 去拥抱他 为什么呢 因为父亲心里边 一直在挂念着他 就像之前的两个比喻 一百只羊里边 虽然有一只羊丢失 那个牧人也要去找 十块钱里边 虽然有一块钱不见 那个妇人也要去寻找 为什么呢 难道是那九十九只羊的价值 不如那一只吗 难道是那九块钱的价值 还不如那一块钱的价值吗 当然不是 这位父亲 或者说在神的眼中 每一个孩子 都是有着宝贵的价值 这个是不需要比较的 而是那个失去的 是父亲心中最牵挂的 父亲看所有的儿女 都是同样的宝贵 但是那一个不在身边的 那一个是最让父亲心里牵挂的 所以父亲那个雌心 不是看见孩子出现才动了雌心 父亲的雌心一直在那儿 他一直在惦记着这个孩子 所以当父亲看见这个孩子 远远出现的时候 他就赶快跑过去 主动地去迎接他 去拥抱他 去与他亲嘴 在这个时候 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所以之前儿子 他所想的 他现在也实实在在地 行在他的父亲的面前 他向他的父亲来坦诚 他之前是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自己的父亲 实际上弟兄姐妹 我们所有一切的犯罪 我们在这个世上 所有的罪 影响我们自身 影响我们与人关系 影响所有一切的这个罪 得罪的那个罪中的对象 其实都是我们的天赋 还是说 我们的罪的最根源 就在于自我中心 偏行己路 所以我们所有的犯罪 都是因为 不听从神的旨意 不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 不愿意活在神的旨意当中 而造成的 所以这位儿子 他这样坦诚说 他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他的父亲 而且他甚至是说 我不配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 我们不单单是说 看着我们那些罪 我们求神去赦免 去洁净我们的罪 而是我们真的要存着 这样的一个心 我们是不配去领受的 但是 神所为我们预备的 是因为他的慈爱 他的怜悯 他的信实 所以他主动的 要把他的恩典给我们 所以这个儿子 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 他其实只是口头上 表达他的悔改 他有没有真正变好 我可以说 从事实上来讲 我们知道说 一个人要想 从之前那种放浪行骸的 一个浪子 成为一个真正顺服神的 乖孩子 那个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 我们在神的面前 没有任何人 能够一下子彻底的反转 我们就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了 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 也没有一个人将能做得到 但是很重要就是 我们愿意悔改 而且我们采取了一个小小的行动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神是 有慈爱有怜悯的神的时候 我们愿意归向他 我们愿意归向他 所以当这位儿子 在父亲面前这样表达的时候 父亲却马上吩咐仆人 说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那肥牛犊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不少解经家把这几方面 袍子 戒指 鞋 做了一些属灵的解释 说这其中每一样代表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 今天我们就不多去讲 因为这是一些解经上面的解释 其实就从表面上来看 我们就能了解到 这个父亲这样去吩咐仆人 这样去接待自己儿子 他是一种完全的无条件的 毫无保留的接纳 他毫无保留的去接纳 这一位愿意回转 回到父亲身边的儿子 为什么呢 这个父亲 他自己告诉了我们原因 他说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这像前面两个比喻所讲的 耶稣说 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 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就要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 欢喜更大 他又说 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 有时候自以为认识 但是还没有认识的时候 我们不明白神的那个心意 神的心意 他就是要 让这些失丧的 他的儿女 能够回转到他面前 能够再次回到他的怀抱 死 为什么呢 这位父亲说 这位儿子是死而复活 这位儿子死了吗 他的肉身是没有死 但是他与父亲的关系隔绝了 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 我们的肉身没有死 但是当我们不认识神 我们跟神那个关系 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时候 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是死了 而且这个死 将一直持续 我们与神的这种隔绝的关系 将一直持续下去 不光是今世与神之间一个隔绝的关系 而且将来 也是一个永远的与神隔绝的关系 如果我们的这个与神的关系 今生不能够得以修复 如果我们今生不能够与神和好的话 那么我们将来就是一个永远与神隔绝的关系 所以这位父亲 他说他的这位儿子 本来离开他 独自一人去了远方 实际上 他对他的家人 对他的父亲来说 他已经死了 他跟大家都没有关系了 但是当他这样回来的时候 他的父亲是多么的欢乐 他的父亲心里太开心了 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弟兄们 弟兄姐妹们 所以刚才所说的 耶稣说 在天上 于这样为一个悔改 悔转的罪人欢喜的时候 不光是天上的使者 弟兄姐妹 我们的天父 更加是这样的欢喜 因为那个关系 是我们每一个人 与这位神之间的直接的关系 他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是他的儿女 所以就像这个父亲 这样为着这个小儿子欢喜一样 但是 他的大儿子回来之后 发现了这个情况 就生气 就不肯进去 然后他的父亲就出来劝他 所以 小儿子 是之前 离开了父亲 与父亲关系隔绝 现在又回来了 但是大儿子 一直在父亲的身边 大儿子看到这种情况 他是生气 所以他跟父亲 一直都有这个关系 他一直在父亲的身边 所以他对父亲 讲了一堆话 我这儿不再去讲了 所以他就很生气 他觉得他一直是在父亲的身边 他也一直服侍神 服侍他父亲这么多年 他从来没有违背过 父亲的命令 这就是 如果想到 在教会当中 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 那就是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态 我们已经 努力的服侍 我们慷慨的奉献 为什么 我还 处在一个状况 好像还不如其他人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这个 不如 所以我们常常 我们感觉说 为什么神 爱其他人比爱我更多 我们是在 要跟其他人去比较 我们要跟其他人去比较 所以一比较的时候 那个嫉妒就产生了 我们心里边就产生嫉妒了 然后有嫉妒的时候 我们就会像这个大儿子一样 我们就生气了 我们就不肯进去 我们就不肯在那个关系里边了 我们的天父 能够无条件地接纳 所有愿意 悔改 悔转 来到他身边的人 但是我们 能不能像天父这样 去无条件地接纳 所有悔改 悔转 到天父面前的人呢 还是说 我们常常会比较 那个人之前是一个 多么大的罪人 我比他好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观念是万万要不得的 所以这个父亲就告诉这个大儿子 所以父亲主动地出来 大儿子不肯进去吗 父亲就出来劝他 所以还是体现了这个父亲 是对他的儿子 这是大儿子 另外一种不同的状态 但是父亲对这个大儿子 也是一样地爱他 一样地要让他去明白 父亲的心意是如何 所以父亲就出来劝他 父亲对他说 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所以你怎么不明白呢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信主了之后 我们想向天父去 我们祷告 我们去祈求 我们想要得到我们想要的 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 天父已经赐给我们的许多的福分 而且在这当中最重要的 并不是物质上 你赚了多少钱 你有多少套房子 你有没有豪车 也不是说我们的境遇是多么的顺利 甚至是说在这个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是不是说 因为我是基督徒 我就一定不会 沾染到这个病毒 感染到这个病毒 或者说 是不是因为是基督徒 就一定不会因为感染病毒而死呢 不是的 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个世上 我们要知道 主耶稣告诉我们的 我们在这个世上还会遇到苦难 所以我们还会遭遇种种的 我们以为不如意的事 但是神就是要让我们 在这样的遭遇当中去学习 学习 去明白我们最大的福分在什么地方 所以父亲告诉这个大儿子说 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即便在遭遇苦难当中 我们知不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有没有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有没有祈求 让神去掌管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即便面对困难 甚至是苦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 胜过这一切环境 所以神与我们的同在 弟兄姐妹 这个是最大的福分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父亲告诉大儿子 又再一次重复 告诉他说 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礼当 欢喜快乐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很多是已经在教会里边 我们已经因着基督 成为神的儿女的 我们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 我们已经跟神恢复了这位关系 我们已经被父成为他的儿女 我们有他的同在 但是我们会不会像这个大儿子一样 这样去做呢 所以父亲这样去对他说的时候 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你不要去跟其他人去比较 你不要以为说 你领受的 从神所领受的不如其他人 你今天要把你的眼光 从你自己的身上转离 你今天不要把你的眼光 单单看在你自己的身上 你领受了多少福分 还不够 你今天要把你的眼光 转到天父的身上 天父常与你同在 你今天要把你的眼光 转到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身上 他们跟你一样 也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你今天要把眼光转向 更远的你的身边 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身上 他们现在还是死的 他们现在还是失丧的 所以弟兄姐妹 神给我们的产业 不光是将来在天上的 神现在已经给我们每一个人 很重要的产业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真理 他的福音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同样的 去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 去把这份恩典 带给其他那些 还在失丧当中 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 让神把他们带回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与天上的使者 一起为着那些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人 欢喜快乐 所以这是天父的心意 这位父亲在他的大儿子 在他的小儿子身上 他要让他们明白 这是他的心意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也都很熟悉 在彼得后书 这里所告诉我们的 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但是他还没有来 主升天以后两千年 他还是没有再临 所以很多人就以为 主所应许的 是没有成就 是因为主在担言 但是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 这不是担言 这是主在宽容 主在宽容 这个世上 这些罪人 因为主的心意是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所以每一个人 在这位父神的眼中 都是看为宝贵的 他不愿有一人沉沦 所以今天失丧的人 如果不回到父神的身边 他将来就是一个永远的沉沦 所以我们唯有在世的时候 才有这个悔改的机会 这就是神给我们这样悔改的 这个机会 给我们这个时间 让我们去悔改 而且 他不光是 让我们悔改 如果说刚才那所讲的 有点类似于对照 那个小儿子的例子的话 那么这处经文 可能更多就类似于 对照于这个大儿子的情况 所以神不光是愿意万人得救 而且要明白真道 所以那个大儿子 不光是在父亲的身边 他也要明白这个父神的心意 他要明白父神的心意 不光是在他自己身上 父亲不光是爱这个大儿子 他也爱小儿子 他爱所有的儿子 他的爱是如何体现呢 我们的神是如何去爱我们呢 所以我们都知道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做的 所以我今天说 重点是在于这位慈父 在于神的身上 这位神他是慈爱怜悯 而且他是 在历史上主动与人 立下了恩典之约 他要把恩典 要把祝福赐给 诺亚 亚伯拉罕 摩西 以色列人 大卫和他的后裔 以至地上的万族万民 是因为人好吗 不是的 是因为这位神 他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得救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而是因为这位神 这一位神 他是有慈爱 有怜悯 他是信实 不改变的神 而且 原来在我们和神之间 关系是隔绝的 但是他拆派了一位中宝 也就是那位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上 为了我们的罪 他舍自己做了万人 或者说做了世人 所有人的赎价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 那个罪的问题得以解决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悔改而得以解决 罪的问题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解决 是因为耶稣基督而成就的 他成就了 然后是呼召我们悔改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 今天 无论你是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 还是没有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都需要更加的去认识 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而且 我们 如果愿意像诗人这样 来到这位神的面前 如此的祷告的时候 我们说主啊 你本为良善 乐意 饶恕人 有丰盛的慈爱 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但我们 真正愿意 我们明白这位神是良善的神 而且他是乐意饶恕人的神 他是有丰盛慈爱的神 那么真心来到他的面前 向他承认说 主啊 我之前是 偏行几路 我只是按照我的心意在生活 我没有遵从你的命令 我现在愿意向你认罪 而且我也愿意悔改 回转 回到你的身边 我愿意从此一生过着顺服你的生活 弟兄姐妹 我们就可以领受到更多的从神而来的福分 而且一直持续到将来我们在天上去完全的领受神所预备给我们的在天上的产业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慈父的比喻的时候 我们不光是明白这位父亲 这位神 他是良善 他乐意饶恕人 他有丰盛的慈爱 而且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 我们怎么样来回应 这位如此爱我们 甚至不惜舍了他儿子的生命 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神 我们如何的来回应他 所以弟兄姐妹 你是否清楚的知道 神盼望世人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离弃罪恶 回转来归向他 还是再一次重复 不要去想 先不要去想其他具体的罪行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也是常常的在神的面前 我们都是偏行几路 即便是已经成为他神儿女的人 我们也常常的 我们是向神去祷告 或者说不如说是命令神 神给我这样的 给我那样的 我们是要神听我们的话 而不是我们顺服在他的旨意当中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 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离弃这样的罪 离弃自我中心 回转归向这位神 顺服在他的主权之下 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跟他回转 恢复关系之后 我们要明白 神是喜悦他的儿女都活出 悔改的新生命 我们要不断的悔改 活在顺服神主权之下的 这样的一个生命 所以不要像那个大儿子一样 即便回转之后 但是常常的心里还是不明白 然后我们也要明白 无论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当中 我知道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现在甚至是面对很大的困难和挑战 但是让我们彼此鼓励 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 我们凭着信心领受了基督 我们接受了圣灵的内入 这位神就与我们同在了 弟兄姐妹 神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所以我们的眼光 不要单单地看着当下 不要单单地看着这个地上 我们更要以永恒的眼光来看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靠着祂 能够胜过一切的环境 弟兄姐妹 所以最后再次强调 无论你是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 还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 虽然说悔改对于我们来说 是有不同的意义 但是我们都需要有悔改 尤其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悔改 一方面是要离弃罪 另外一方面是要归向神 或者说更重要的是要归向神 活在神的旨意当中 而且我需要强调的是 这个悔改是个人与神之间的 所以我们更需要注重的是 我们个人 我自己如何活出一个 向神悔改的生命 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光 我们的手指盯在其他人身上 不要像那个大儿子说 你看你那个小儿子 他是如何的挥霍 败光了家业 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 我们需要宣扬真理 我们需要宣扬真理 我们需要彼此提醒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 但是我们不需要 去指着别人说 你要悔改 我们需要告诉他 你要向神悔改 让他自己被圣灵 被真理的光照的时候 他能够愿意向神悔改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 作为一个 我们加给其他人的一个重担 所以弟兄姐妹 听明白其中的分别吗 我们要宣扬真理 悔改是必要的 但是悔改 从我做起 好的 弟兄姐妹 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 明白真理的时候 我们不光是我们的心理愿意 而且我们也采取悔改的行动 让我们在神面前 真实的悔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